正在直播的共同关注 接下来关注巴以局势 挪威首相斯特勒今天表示 挪威将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 这是斯特勒和挪威外交大臣爱德 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斯特勒表示 该认可将于5月28号生效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也宣布 西班牙将于5月28号 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此外 爱尔兰总理西蒙·哈里斯 也于今天表示 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今天通过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 发表声明 对挪威 爱尔兰和西班牙三国 承认巴勒斯坦国表示 高度赞赏和欢迎 声明表示 三国的决定 是对因以色列单方面政策 特别是已军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 而受损的巴以两国方案的挽救 是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支持 声明敦促世界各国 特别是尚未承认 巴勒斯坦国的欧洲国家 以挪威 爱尔兰和西班牙三国为榜样 基于国际法规和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 国际公认的巴以两国方案 承认巴勒斯坦国 巩固国际法和相关国际法规的合法性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今天发表声明 对挪威 爱尔兰和西班牙三国 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 表示欢迎 声明指出 这对于承认巴勒斯坦人 对其土地的权利和建立独立的 巴勒斯坦国是重要的一步 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 以色列外长卡茨今天指示 召回以色列驻爱尔兰 挪威和西班牙大使 去年11月为抗议西班牙首相 针对巴以冲突的表态 以色列曾一度召回驻西班牙大使 此外 卡茨还将召见三国驻以色列大使 对三国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 表示谴责 挪威 西班牙 爱尔兰三个国家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上 宣布将承认巴勒斯坦国 这将会对巴以局势产生哪些影响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今天的分析节度 其实这一次像挪威这些国家 去在外交上承认巴勒斯坦国 这种行为还是有一个渊源的 这个最主要的源头我想就在于 前不久就是在5月10号联合国大会第10届 紧急特别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就是去支持或者说是认可 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的正式的成员国 那么之前巴勒斯坦只是联合国的一个观察员国 当然这么一个动议 因为像美国这样国家的这种阻拦 他没有进入安理会的这种审议的程序 那么巴勒斯坦建国的这个 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可能还需要一段的路程 但是这一次联大 尤其是有大量的这个国家去投票 去支持巴勒斯坦成为一个联合国的正式成员 这个给像一些西方国家 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那么在欧洲 那么传统上在这个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 持一些比较谨慎保守态度的国家 在这种压力下 他们也表示愿意去承认巴勒斯坦国 那么同时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 以色列加紧了对这个加沙南部拉法地区的攻势 那么这一番攻势也使得巴以之间有关 这个比如说人质释放啊 临时停火的这个谈判啊 暂时无法取得进展 那么也使得巴以和平的这种长期的前景 再次蒙上了阴影 我想正是也是在这种的压力下 那么像挪威西班牙这些欧洲国家 那么他们本身与以色列的纠葛 或者关系也不是太深 他们就率先迈出了在外交上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这一步 那么虽然这些只是一些部分国家的行为 但是我想它的影响还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我觉得这些像挪威西班牙这些西方国家的这种承认巴勒斯坦国 它是对以两国方案的这种形式去解决巴以问题的一种认可和加持 那么也展现了国际社会在解决巴以冲突上的这种团结的程度 或者严肃的程度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这种行为它当然也给以色列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那么在我们知道以色列非常强 而巴勒斯坦相对处于弱势的这么一种结构下 那么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 也开始在外交上支持巴勒斯坦 甚至承认巴勒斯坦国 那么我想这是对巴勒斯坦的一种有利的外交和道义的支持 也有利于双方未来在更平等的这种基础上 去达成巴以和平的这种解决方案